46. 經濟一周 賣樓換馬三大選擇 2015年7月18日地產P118第一統金一百分之 Anthony 讀者亞康民 本人現擁有一個自住單位 兩個沙田細單位收租 最近見樓價升得急 於是賣出其中一個收租單位 古北道三十多年流齡 也不算是一線屋苑 成交赤價竟可高達一萬五千元 比起一些新樓赤價還要高 本人事業主當然高興 但實在難以理解 哈哈,你覺得我賣得對嗎? 樓價會再升嗎? 現在套現二百多萬元 連同自己的儲蓄約有三百萬元 應該投資甚麽好呢? 說實話,股票我不太懂 看見股市大上大落 實在沒有信心 若買樓的話 應該買住宅 公下 還是商鋪呢? 首先恭喜各下在今次樓市的大聲浪把握到機會 賺取可觀回報 不者贊同你的賣樓決定 事實上 如果不是政府的抗揭政策扭曲市場供求 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這就是之前不者不斷提醒朋友 有小心的世界樓入價 肯難估計樓價會不會再升 瘋狂以後可更瘋狂 然而 從理性角度分析 租金回報並不吸引 反映樓價太貴 不過 重點是賣樓後 錢怎麼用 如果放在銀行 樓價繼續升 那就是輸了 所以不者建議將部分資金買一個物業 如前就是賺 那麼買住宅 公下 還是商鋪 其實不同類型的物業有不同的遊戲規則 視乎者不錢如何投資 長線 中線 還是短線 住宅 長線收租至選售額外印花稅 買入住宅物業要持有三年 只能夠長線收租 事實上 住宅的租金回報普遍較高 租務市場業較穩定 雖然很多大型屋苑 尤其視訊界 租金回報相對較低 僅約三離 然而很多市區的小屋苑 單壯樓及舊樓的租金回報均有四離以上 如果讀者希望賺取正現金樓 住宅是較容易達到 當然 正如讀者所說 現在很多地區的住宅價格已很不理智 要避免太高日價買入物業 商舖 考眼光口技術之選近期受制於旅遊業 畢竟 很多一線區的舖位 無論租金及成交價均顯著調整 相反 很多民生區商舖 秀為個別地區發展 尋寶機會更多 不過 投資商舖並非簡單學問 不是計尺價 最重要是發揮其商業價值 若要增值 無論舖內、舖外 需留意的細節很多 如果亂買 隨時中伏 之前有朋友花幾百萬元買一個僅幾十平方尺的商場舖 坐艇十年仍未返到家鄉 工商下 短線投資資選相比商舖來說 工商下較接近住宅 較容易理解 成交數量亦比較多 加上不愁 SSD 限制 流動性較高 若已有自住樓 又有樓收租 建議不妨小市牛都 將部分資金投資工商下 市場有什麼變化 可以即時套現 尤其是工下 赤價如二千至三千元的選擇很多 基數比較低 細單位樓價在二百萬元以下 拆售單位 幾十萬元都有交易 轉手亦相對容易 二 亦是最近不者重點投資的範疇之一 當然 投資一定要懂 對於住宅投資者來說 工商鋪是一個新的領域 想投資賺錢 就要多做功課 多看樓 建立好自己的代理網絡 不要盲目投資 應理性分析及小心選擇 如想查閱民中港股報格及相關互聯網連結 請按頁面右邊一百分之 一百分之投資培訓中心課程總監 教授物業投資 上車及裝修等課程 唱笑書想車有自由賺及流轉命運作者 網至第一桶金總瀏覽如三百萬人次 Fan page第一桶金 www.facebook.com TexyNanthony.wealth